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次的影片會特別一點 為大家介紹一個區域 再加上一個樓盤 區域是Burkwitlam 圍著sky train站 其實有很多一塊塊的地方 好像被一些不同的發展商刮分了地 現在這一刻 之前和接下來都有很多不同的樓盤 高高升會建立的 然後確充出去 周邊有些村屋 有些低樓盤 再遠一點才是獨立屋 我自己的感覺 未來的發展都會和現在很不一樣 可能大家過了三五年後 過來了 然後看到這個區域就有很多高樓 再看現在我拍的影片就完全不同了 我們去看一個什麼樓盤 這個樓盤叫尊泉 它是其中一個我講的發展商 在這裡掛分了一塊地 將來會建立的一棟高樓 我們帶大家去看看 為什麼要特別說這個樓盤 就是它新鮮滅熱 剛剛推出出來 剛剛可以開始觀看 大家剛剛可以來看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這個宏觀的地圖 我們現在在說那幢樓盤的專注 就是這個位置 它是貼近Burquitlam的Sky Train站 走過去三四分鐘就到了 這裡附近會有很多發展 這裡暫時未有下面 這麼旺的樓盤 這條是North Road North Road的東邊 就是Cocquitlam North Road的西邊 就是Burnaby 它們有Sky Train連接 這裡一站過來 這裡已經有很多樓盤 這裡會建立的樓盤 這是比較大的樓盤 Lohit Town Centre的樓盤 然後一路去Sky Train 有巴士可以轉去SFU 坐車過去三十分鐘 Sky Train轉乘巴士 開車過去八分鐘左右 一路去Metro Town 十多分鐘 大的地形圖大概就是這樣 也是其中一個 Burnaby和Cocquitlam 重點發展的交叉區域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建築模式 這一條就是Cottenwood Avenue 這邊我站的位置 對著樓盤是向南 那裡有一條路仔 是去Sky Train站的 這一樓總共樓高四十二層 底下三層是Amenity 會所設施 然後由四樓到八樓都會是Rental 因為現在市政府都很著重 你推到這麼多樓 建了一些新樓出來 如果要租屋的人怎麼辦呢? 所以一定要有適量單位可以放租 包括這裡的四至八樓 和隔壁八層樓的建築 都會是出租 unit 由九樓開始 一路上去就是住宅 這個建築除了下面三層的Amenity 之外 中間有個小小的Park 這個就是Common Area 是這兩棟樓share 但是屬於這棟樓的會所設施 隔壁這棟就不可以進來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在這裡 二八、二十九樓 做了一個類似韓式的會所設施 因為這棟樓的位置 其實Burakura有很多韓國人 很多韓國摩 所以它是有這樣的特色 裡面有什麼呢? 我們可以過來這裡看看 首先它是Spa的房間 Chuckle Room Meditation Room 其實它是屬於二八、二十九樓的半層 那邊也是住宅 中間是升降機 除了這兩棟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兩層高的Spa 整個風格都比較韓式 我們進去看showroom之前 跟大家快說一下 這棟樓有兩隻color skin 一隻是灰灰的色 一隻是白色 另外一個小廚房是灰色的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喜歡哪一個效果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這棟樓的感覺 其實Burakura 大家這裡都看不到 其實我們現在就在North Road 其實都很繁忙 一直有Skytrip 一直通下去 既然這麼多樓盤 這麼多發展商選擇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如果去到Burakura 至少我做Research數出來的 都有很多椅子會在建 Clock and Como已經建好了 現在有些設備轉出來 它是49層 360多個單位 然後尼錦專注在這裏 42層 467個單位 High Point 會有52層 303 這個很多都賣了 尤其是低層的一房單位 Meridian暫停不賣 這一棟好像還未開賣 現在直接對比的 就是Burakura 46層 348個單位 大家看到這些數字 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就覺得總結出來是什麼 這一棟樓 專注會是 所以樓層的數目 比起Unit的數目 很明顯有個結論 就是所有的Unit會比較小 也就是說 入場價比較低 Burakura 或者High Point 他們的定位 高一點 或者入場價高一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同樣的樓層數 如果計算Unit的數目 會比較少 所以每個單位的值 就會比較小 就變成大家要給多一點錢 去買同樣是一個一房單位 所以感覺上 可能那些更適合 一些很優惠的自主項目 而專注 他也會再親民多一點 適合多些投資和自主 或者可能是 這邊適合很多初置置業者的選擇 進去Shirwood 都會看到 雖然 他的定位 未必去到最優惠的級 但他裡面用的很多材料 電器 各方面 我們都覺得是沒有工夫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他似乎還在看 我們不如先看看細廚房 細廚房方面 他那隻是Gray Color 這是一個一房廚房的織 大部份一房都是L形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一房 他做了全塊的Countertop 然後Back Splash 也不是鋪磚的 也是石英 兩個材料是一樣 都是Quartz 爐頭電器 全部都是用Boche這個牌子 上面是儲物空間 稍後我們進去再慢慢開櫃桶 這個是有一個轉角位 它是包含這個可以拉出來的架 下面一個都可以拉出來的 我記得上次跟大家分享的 project 時也有說過 它是類似的 雖然不是一模一樣 下面還有一隻鼻 看到兩個鼻兩個支點 所以拉出來的時候 感覺很紮實 也很順暢 我相信大家可以再放多些重一點的鍋 都應該會沒有太大的問題 他的一房單位 都做了陷入式的爐頭 這隻的造計 都比傳統一步過貴一點點的 雪櫃就是這裡 因為這個是一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電器全部都是24吋的 待會我們去看三房的單位 那些爐頭會大一點 全部都是30吋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裡的顏色 我們去裡面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所有的顏色都會和白色不同了 除了長磚是一樣的 這些洗手間都是鋪了石櫻 包括這一邊 場面也是 然後這個鏡櫃也是包的 Shower 來說 它這隻是纖維盤 不是鋪磚的 大家可以注意 Shower 的玻璃也是frameless 我們去旁邊看一看 好像我聽到一些聲音 我們現在會去看C-Plan 那是Julia Free Bed 因為其中一間房是沒有窗沒有櫃的 是比較小一點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正式的三房 室內面積總共874呎 那它的價位呢 現在大概是746,000左右 入門口呢 就是那些衣櫃來的 兩門衣櫃 那大家看到裡面的Shelfing 是不是很漂亮呢 全部都不包的 到時候給你的都是白色那些架 那大家可以參考這個設計的想法 因為這棟大廈是用熱泵來供冷氣和暖氣的 所以每一個單位都會有一組組 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濾濾 是必須要屋主要定時更換的 那你換的時候就打開它 不過現在是沒事的 到時候你想像有一個濾濾 去回家店舖 找回適合的尺寸 那半年 一年一定要換一次 否則你的空氣很髒 然後這個就是洗衣機和降衣機 那牌子是LG 現在因為我們是在看大單位 所以它是全大小的 小單位會比較小 我們看看這個第二款Floom 這個顏色已經跟剛才不同了 大家可以留意到地板和地磚的顏色 都淺色很多 它也是一樣的 有這個Medicine Cabinet 然後那裡有LED燈 這些是包在裡面的 浴缸的話 它也是一個放在上面的灑頭 好 那我們現在就再去 左邊 好 我們看看廚房 剛才看了那個是 顏色是黑一點的 這個就馬上再用 自然白色 加少許木色的一個風格 這個就是一條 加一個像是海岸 接著壁 那我們先看看 看什麼 這個是Bosch的汽油煙機 大家可以看到爐頭大一點 五個汽油煙頭 那牌子是Bosch的 然後這個就做到下面 那個焗爐 亦都是大一點 這邊呢 就是有櫃桶 三格 上面呢 兩格是小一點的 下面呢 有一格大的 兩組 同樣 白色的石櫻檯面 再加這邊 也是 大單位做的特色 就是這個整個可以拉出來的 調味料 食品櫃 這個feature 我都不是太多見了 如果大家看回我之前 拍了很多樓花片 好像這個是第一次看到 很多時候都是打開 所以我剛才說 這個盤 看它把每一層分割 每一層分割 每一層小一點 似乎是上車盤的感覺 但是呢 它做出來的feature 又不是太那種感覺 雪櫃 Bosch 30吋雪櫃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有個小櫃桶 小碗碟機 這個大升盤 這個可以拔出來的水龍頭 裡面純粹是儲物空間 這邊 微波爐 下面有櫃桶 微波爐是Panasonic的 這裡還有三格 這些櫃桶就長一點了 兩格小的 一格大的 好了 剛才雪櫃在那裡漏了 雪櫃上面還有存在空間 不好意思 怎麼開的 開雪櫃才開的 是嗎 對了 這個要開雪櫃才開到 我覺得它可能是 還沒安裝那個 按出來的東西 對了 OK 好 現在開不了 我試一下開這個 不行了 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真還是假的 這裡也有些按鈕 它升級了 有些USB 不過我想 擺到時間起完之後 可能現在不流行USB 流行那個 USB 3 不流行這隻 要升級了 這裡有四個椅子 好了 這個部份是Junior Free Bag 廚房位對著中間飯廳 接著是客廳 這邊就是Junior Free Bag 第三間房間 現在看到是完全開放的 但其實它到時 發展商做給你 會有磨砂玻璃堂門 就可以關閉的 這些全部都是Display Item 只是做一個好像瑜伽休息室 加書房的感覺 給大家看 可以考慮把它變成書房 或者會客室 我們可以先看這邊 這是第二層房 這張床是Double 但桌面是Queen size 有床和櫃空間 窗簾不會包這些給你的 但上面的Roller Blinds 就會包給你的 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真正可以開放的 只有這一扇窗 這一個和上下都是 傷死了 是純粹看view only 不能開窗的 我們看看主人房 這邊 主人房的空間 大家會看到房間 再闊一點點 床現在就是Queen size床 它是有Walk in Closet的 這個式 大家看看 Walk in Closet 不算太大 但也可以放東西 這邊也是那一句 不包 到時會給你一些白色的網架 這裡會有門 洗手間就是這裡 一個升盤 馬桶 剛才外面是浴缸 第二層房間 所以現在就是Shower 跟剛才我們看到一房間一樣 看完洗手間 我們再看看露台 由客廳 這一邊 access過來 露台空間暫時看到 這個闊度也夠你這裡 再放一張四人海 或者放沙發 看著外面 轉角位 這裡後面還有一點點 可以BBQ OK 從一樓開始 到三樓是會所 四至八樓是Rental 九樓開始 一路到四十樓 那個Floor Place 都會是一樣的 四十一和Pan House 就會有些不同 我們首先看看Floor Place 一層總共有十個單位 大家看到A字 不同方向都有 全部都是小單位 一房 有不同的職位 一邊有兩個兩房 跟著 會有剛才我們看的 那個示範單位 C-Plan 西北角的Junior Free Bed 還有最大的單位 是三房 現在發展商有一個 叫做限時優惠項目 就是說 由19樓到29樓 價錢都會是一樣的 說得清楚一點 即是說無論你買1909 還是你買2709 都會是一樣的價錢 如果我抽到27 當然好 那就很棒 但是如果我抽到19 我的價錢和27 很不值 那怎麼辦呢 如果大家可以 是比較快 行動到的 盡量拿到一個高層的 當然是最高 最開心 有時很幸運 有時未看到這條片 或者未知道這個資訊 或者未準備好 好不幸運 是後期拿到一個這麼低層的 20樓 19樓 那你覺得真的很不值 那你要考慮一下 要不要有一個距離 因為呢 由29到30 其實那個價錢差 差不多是1萬多 2萬元 可能有機會去到3萬元 各個單位不同 的 時段都不同 所以到時如果真是這麼不幸 去到低的樓層 那就看一下 要不要考慮一下 加多一點錢 直接再賣高層一點 而發展商呢 9樓 到18樓中間 現在是不賣 是不會推出 那我估計就是 加價空間比較多 不知是否真的 好 我們看一下房間先 一房呢 有很多隻職 最小呢 其實會是A1 494呎 最大的呢 會是A7 553呎 那他們的價錢呢 大概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剛才說A1最小的 起價呢 差不多是49萬左右 那當然啦 30樓以上 就會變成51萬1 那如果是最大的那隻 A6 A7呢 它的開始價錢呢 都是50萬6千左右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要再貴一些 30樓以上 就是51萬多 這個價錢 他們隨時可能會有變動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隻兩房的職 1904 兩房 873呎 那它的起價呢 是716000 好了 我們看一下Junior Free Bag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走過這個職 19至29樓 都是746,000 那如果一過了 30樓開始 就766,000 然後最大的那個 02單位 D Plan 954呎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三房 都是有走廊位的 然後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都是有窗 然後有衣� 所以它是正正式的三房單位 亦都有一個露台 那這個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 D Plan 它的開始價錢是79萬 那都是19至29 30樓開始是81萬1 那價位大概就是這樣 將來專居就會建在這裡 這個是Sky Train Track 這個前面 更加貼近Sky Train 都會有開發 那後面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已經是有工地的 我們都會去個Site看 這裡呢 有那些不同的文如康朗設施 給大家去用 都會建不同的住宅項目 不過呢 只是沿著North Road Sky Train 才可以建高樓 這邊再過去的 都會是Low Rise Town House 這樣一路過去的 這塊地都會建樓 臨走之前都要講講 Deposit Structure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因為它有分到 19和29 和30層的分別 如果你是買19至29樓的話 你總共要給20%的 Deposit 首先你寫合約5% 寫完合約4個月內 你要給5% 寫合約計起1年加2個月5% 寫合約計起2年給5% 總共是20% 如果你買的是30樓以上 它會給另一個優惠 就是不需要給20% 給15就行了 最後這一期不用給 如果你是買30樓以上 就是這三期就可以了 去到這個位 Deposit Structure 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5毫 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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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電 就一定是不包的 這裡所有的部份都會包一個 住宅 和一個隱藏 住宅會有充電位 充電是208伏 Level 2的充電位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Gingy site 我身後這個很矮層很舊的建築 就會在這裡開始動工 我們不如到處看看附近 整個Burkwitlin的發展 我現在走的方向其實是正南邊 那幾棟都是Bosa的三棟樓 2020年就落成了 我們現在不如試試 由Gingy這個位置 我們如果走到Sky Train站 是一個什麼距離 或者會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條小路 這裡都圍著藍色的板 其實這是另一個發展生Legmac 它建立的另一個開展的設施 叫High Point 就是52層 因為Gingy是42層 其實大家看到身後 這裡已經是Sky Train的路 如果大家記得我之前 有跟大家分享過 在Coquitlin有間房屋 帶大家去過下面 Log Hit那邊的韓國mall 我們今天就上了一個 再高一點點的地理位置 這個站就是Burkwitlin的Sky Train 這裡走出來馬上忙了很多 這條是North Road North Road 一邊下去連接Log Hit的站 都會有很多High Rise起 我們先過馬路 大家看到有個mall 舊舊的plaza 裡面都有Sushi 有銀行 可以買到生活用品 要真的去購物 買很多東西 可能會開車 或者搭一個站 去Log Hit那裡 多些mall 多些choice的食物 但將來裡面的redevelopment 都會多很多東西 譬如說它會有個YMCA 就是一個很大型的文言康樂中心 YMCA 所以我們香港朋友應該不會不熟悉 我已經走到Burkwitlin這個站 其實由Ginji走過來 差不多三分多鐘左右 就已經走到 但它又不是在Sky Train站旁邊 所以我相信在星亮上 可能會好過 大家看到一些面對Sky Train 起的樓 我們現在來到Ginji的上空 首先向北望 是一些矮層的舊樓 然後大家看到Sky Train站 Burkwitlin Sky Train站 旁邊就是Burkwitlin的Plaza 比較舊一點的 遠一點有Safeway 大家看到正北邊 其實最高的座樓是49層樓 今年就落成了 附近有20多層樓高的 這幾年起好的大廈 北邊大家看到雪山景 現在慢慢轉到東邊 大家看到前面的工地 其實將來會是兩年左右 建好YMCA的文娛科樂中心 連帶一些的住宅項目 我們慢慢看過去東邊 感覺會開陽多一點 據我所知 現在正東邊 這些都會是Low Rise項目 然後遠一點就有Townhouse 附近都是獨立屋包圍著這個環境 從東邊慢慢向南邊掃過去看 首先會看到最遠的那邊 其實就是美國的雪山Munkbaker 天氣清會看得更清楚 最近我們現在看到這塊灰色 咖啡色的地都會起樓 東南邊還可以看到的是Suri 是水的對面 現在來到南邊 我們看到最前面的三棟樓 其實就是Bosa 在去年建好 遠一點就是Low Heat的城市 那邊就是下一個Sky Train站 就是Low Heat的那一站 現在來到西南邊 看到遠處都有些高樓 分別是新西文 Metro Town 和Brandwood 我們都會看到Bernaby Lake 看到一點點水景 現在開始看到Sky Train Track 開始看到正西邊Brandwood的高樓 在我們的正西邊 都會再有三個建築項目 1號 2號 3號 1號其實就是High Point 會是最高的52層樓 其實之前已經開賣了 2號和3號暫時未知何時開賣 和何時發展 然後我們現在看了西邊 我們就可以轉回北邊看看 好 現在來到西北邊 西北邊前面有一棟 19年建好23層高的樓 然後再遠一點就是SFU那座山頭 大家看到4號 其實將來就會拆了 建成一個46座 46層高的大廈 發展商就是Bofo 好 現在回到北邊 希望這個航拍圖 可以幫大家了解周邊環境 好 我們現在去哪裏 其實我們這個位置最近的 除了是這些雙圈 就是上面的SFU 所以很多學生 有時都會考慮住在這裏 或者租在這個區 我們這裏過去 如果開車就很快 7分鐘就可以上去 但如果你說沒有車 想搭車上去SFU 就是搭Skytrain再轉巴士 大概半個小時內 都可以上去上學了 好 我們現在去看看 我們現在就已經上去SFU這裏 其實這個是很高的地方 因為我們剛才一路上來 都是轉上來的 還有如果有朋友住在SFU 或者這裏附近你就知道 下雪會特別勁些 還有可能我們下面沒有什麼 下雨上已經積了雪 會勁多些 大家看到SFU學校的牌子在這裏 剛才這條路進來 一直都見到四五步巴士 很多都是製造車站開上來的 感覺上都很繁忙 然後這邊後面的球場 和前面都好像圍了欄 是一些新的開展 我估計 我相信可能學校都在這裏延伸 或者越來越多學生要讀 做一些開展 就好像CU那樣 當年我們讀CU的時候 只有四個書院 現在好像已經九個了 大家都在擴充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不如去別處再看看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刚才去完SFU 我们又去另一个地方看看 这里就来Ginju那边 9分钟的车程就可以上来 但这里其实已经不再是Burquitlam 这里其实已经去到Port Moudi这个城市 这个位置已经是海边 这里这么阔的是落船位 我们刚刚抱有架Pick Up 应该是上船 不过我觉得它 我们可以看看 如果有船 尤其是对面那堂楼 如果大家看到 这个内湾对面很多楼 对着水边 它有自己的码头 又或者好像我们家是住House 如果我老公有一天真的 买一架 买一架二十多年的船 那些贵船 买一架烂贵船 买一架船 然后下船 我们可以拖一架船 过来 像他那样 就搭下水环 上回来的时候 又开酒 又拜回家 就可以了 它搭完船下去 之后 车就可以泊在刚才 我们看到后面 有一个很大的Lock 这个Lock 专门就是被人泊出海的船 只剩下旁边的姐姐的住宅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好了 现在我们去看看 不知道这些船有多少钱 你有没有上网看过 二手 三手 四手船 几千 它不冷的吗 大家看到那只狗 那只是不是金木 其实很浅水 其实这里的水很浅 都是浅坑 它为什么走了 太远了 太远了 太远了就不收拾了 那波怎么办 好像那间就是 我们要不要看别人开船 我们观察一下别人 它绑好船后 就 对了 OK 这些一般车应该拖不到 要招牌才能拖到 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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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趕多錢就好幾乎 不行不行 很熱 但這個口罩比平常的口罩熱 我不斷出汗 這個比你藍色那個 空衣空桌買那個 就會很髒 這個就是洗碗機 這個就是洗衣機和降衣機 牌子是LG 其實你們經常說買車買什麼 我真的要買Tesla 因為斜路可以這樣衝上去 不知道先 你賺的 付消費 這是